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压在下面那自己工整的作文 对比那上面一句歪歪斜斜的 为什么我做什么都不行 显得格外乍眼 2020这样的惨剧发生了一桩又一桩 直到十月新华社官网发文 年轻的孩子们 青少年们自杀率飙升 请我们大人听懂他们的求救 我相信大家看到这些消息和我一样 痛心疾首会问我们的孩子怎么了 怎么这么脆弱了 我还要分享一件事 一样是三年级的一个孩子 一样他独自遭遇了逆境 这个小男孩他放学独自去找自己的同学玩 他走错了门上错了电梯 电梯门打开 面对他的是这样的一个上了锁的卷帘门 他正想回头后面的电梯门关上了 他被困在了这样的一个一米长 五十厘米宽的陷阱里 没有手机 没有摄像头 呼救无印 我想问一下在座的直播 这个镜头前的大家 你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第二天早上 这个商家的工作人员开门 看到了男孩 安然无恙 下午的时间 工作坊的记者就去采访了男孩的妈妈 这个妈妈说 没事 孩子很勇敢 他一直对自己说 第二天早上八点 一定会有人开门的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信念 让这个三年级的孩子 在这样一个陷阱内 困了十四个小时 安静 等待着第二天有人解救他 同样都是三年级 同样都遭遇了不可知的逆境 但是为什么结果会如此大相径庭 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 勾逆伤的孩子 才能赢得不确定的未来 我在一家培训咨询公司做顾问 四年前我们从美国独家了 引进了逆伤系统 这是美国知名的学者 Paul Storff 博士 四十年的研究 产出的一门帮助人类提升 逆境反应能力的科学 我经常在各大组织上逆伤课 给他们的领导力 给他们的人才 但是课间总有一些学员会来问我说 以汪老师 有没有一些课可以直接送我孩子去 帮助他们提升提升 像提升奥数一样 我觉得我的孩子太需要提升逆伤了 贵一些也没关系 这样的需求听多了 我不由得百感交集 一方面我是一个母亲 我的女儿九岁 我很爱她 我能够感觉到我们这一代 被大的教育环境卷入的父母的这种焦虑感 对吗 是有的 但同样的有非常多的父母 把孩子的什么发展 都想着要依赖外面的机构 这样的育儿心态 我又觉得非常的担忧 所以从19年开始 我就着手研发了亲子逆伤课 在2020年疫情期间 我在线上给数以百计的家长们上了这个课 因为我有一个信念 我坚信家庭才是无可替代的逆伤课堂 想要了解孩子为什么脆弱 首先我们得要知道他们正在面对的什么 就像前面有位讲者讲 电脑和互联网改变了现在这个新的时代 但孩子们又何尝不是在这样的一个新时代 24小时乘以365天 全方位直升飞机式地包围着 他们监督的他们的人多了 陪伴他们的玩伴少了 有用的课很多啊 有趣的嬉闹少了 有太多的力量控制着 撕扯着他们 让他们的自我掌控感日渐崩塌 所以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一个个悲剧 只需要一个小小的导火索 孩子们未来要面对的challenge 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 孩子们已经变了 那我们这一代家长的养育观念变了吗 我们的教育系统跟着变了吗 所以接下去我想跟大家分享三个 孩子逆伤培养方面最常见的问题 在分享第一个问题之前 我想和现场的嘉宾们互动一下 好吗 那直播屏幕前的小伙伴 也可以心里想一下这个问题的答案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如果有一根魔法棒 你只要挥动它 就可以让孩子不再遭遇逆境 各位你们会选择使用吗 选择使用的 请举手示意给我看一下好吗 选择不使用的 能不能举手示意我一下 觉得犹豫不决的 能不能举手示意我一下 还是有一些小伙伴犹豫不决 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脑洞题 对不对 没有这个东西存在 那这个问题问的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他问的是 我们如何看待孩子 遭遇逆境这个事 在我们家长和孩子的互动中 我们经常会用到一个词 我相信前面那个小虎子 他妈妈每天都在问他 你今天有没有进步一点 我们看看这个词 在大屏幕上 进步最早是形容孩子的哪一个阶段 大家有没有办法想到 哪个阶段 我看到观众席有人很快反应 走路的阶段 对吗 在座各位 如果你们有孩子 你们还记不记得自己孩子的人生第一步 我女儿十一个月的时候 摆脱了所有的辅助 走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她每走几步就一屁股坐在地上 我在那个位置摆了一个玩具 下一轮我就尝试着逗影她 让她再多走几步 每一个玩具标记之间的距离 就是孩子最初的进步 而大家想想看 这个进步的过程 这个最原始的进步的过程 它一定会伴随的是什么呀 是什么 一定就是摔跤不是吗 2004年从加拿大开始 有非常多的发达国家 包含后面几年 中国的育儿专家 都呼吁社会家庭 不要再使用一个 我们这些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孩子 一定会使用的玩具 叫学步车 咱们在座的伙伴们 知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 有很多人可能小时候你也用过 学步车 这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说 是一个致命的吸引 就算是这么多专家 都说不要去用 因为它对孩子的智力发育 身体的协调 运动的能力都有损害 但为什么到现在 还有那么多家庭用 是因为那就是一个 家长认为不用摔跤 就能怎么样啊 学会走路的神器啊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没有经历过要摔跤 而长大的孩子 他的未来 他能不能够经受得住 更多的摔跤和挫折 所以我想讲的第一个 最常见的问题就是 家长太过度地保护 我们的孩子 错过了逆伤形成的黄金时间 试问那些在游乐场 拿一根棒棒糖 去贿赂别家孩子 跟自己家宝宝玩的爷爷奶奶 试问那些 在夏令营的家长群里 从早到晚叮嘱 生怕自己儿子忘记换内裤的妈妈 我想你们能保护到孩子几岁啊 当孩子有一天独立要面对 挫折逆境的时候 他会怎么样呢 他会懵 他会不知所措 他不知如何应对 他也不知如何求助 他会伤害别人 他会伤害自己 这并不是我们想看到的 不是吗 难怪有那么多的孩子抱怨 是你剪掉了我的翅膀 却又怪我不会飞翔 那我这边和大家讲的 解决这个问题的 第一个解决方案就是 让孩子在小的时候 在可控的环境内 充分地学习应对逆境 尤其是七到十二岁 这个时间段是我们孩子认知水平 飙升的一段时间 而且大家也知道这个时间段 学习上的挫折 社交上的问题 包含家庭关系的紧张程度 都成了孩子最好的逆伤训练场 这个时候我们更多的家长 应该退后一步 让他去直面 陪着他在摔跤中 汲取成长的智慧 这才是孩子们逆伤提升的 必经之路 所以越早直面逆境的孩子 长大 任性就会越强 接下去我想分享的 第二个常见问题 我肯定打出来大家要笑了 太多的家长 他自身在孩子面前的低逆伤反应 他无意之间给孩子 做了一个非常坏的榜样 我看过一篇文章 叫淘宝小趋势 它里面有讲一个数据 2020年9月这一个月份 有50万的90后家长 在淘宝上搜索了 戒尺这个关键词 在座的都知道戒尺是什么吧 其中有16万人狠狠下了单 买它 34万人联系了淘宝之后 冷静了一下 当然淘宝的客服都会 劝一劝冷静了一下 没买 同期搜索量增长的 还有鸡毛胆子 静心自画 心经自贴之类的东西 这是为什么呀 因为疫情之后 神兽们在家里憋了大半年 怎么样啊 9月终于全面归龙了 但是年轻的家长们 没欢腾几天 怎么样 新的逆境来了 辅导孩子功课 有非常多的家长会跟我讲 我买了就是镇宅用 我真的要打的时候呀 我心里还是会默念那句什么 什么 轻声的 你看你们都会 这个咒语非常popular 轻声的这句咒语 别笑 它真的有它背后的原因 什么原因 因为你孩子的智商 情商 逆商 有非常大的因素 是我们的遗传基因影响 还有一半呢 是我们的原生家庭 养育浸润的影响 所以再说孩子笨啊 孩子脆弱啊 我们是不是先得要反思一下 我们自己 家长真是一个很神奇的 我们会爱孩子 我们甚至把命都可以给他们 但是我们就不能忍住发火 是吗 当我们最后拿起那个戒齿 打孩子屁股的时候 我们还会嚷什么呀 都是你逼我的 我什么办法都用了 我现在只能打你了 不好意思 其实这一刻 正是我们的家长 在显示我们脆弱的时刻呀 所以面对这个问题 我给大家的解决方案是这样的 不如让我们先成为高逆商的父母 好吗 因为孩子是我们的复印件 对吗 他们会潜移默化地学习我们 面对困境 歇斯底里砸东西的样子 他们也会学习我们 面对挑战 勇于担当的那个样子 所以高逆商的家长 不光对亲子关系 夫妻关系 婆媳关系 职场挑战 都有全方位的帮助 相信我 第三个想跟大家分享的 常见问题 也是最隐秘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许多家长的 学校的 社会的焦虑和问题 无意间地转嫁给了我们的孩子 让他们 造成了他们 本不应该属于他们的逆境 这个问题最隐秘 我自己就刚遭遇 之前寒假 我女儿的乐器考级 考前几天 突然因为上海的疫情 被通知从线下转为线上 对我家姑娘来说 这不是一个挑战 是因为她觉得对着老师谈 还是对着镜头谈 区别不大 无所谓 但是对于我这个偏执狂的妈妈来说 这是个极大的challenge 因为我想录出完美的视频 我相信大家也能想象 后面我们家里的画面吧 反正就是一遍又一遍 一遍又一遍 这一遍音色不好 下一遍情绪不够饱满 每次我舔着脸跟我女儿说 宝贝 我们再录一遍吧 下一遍会更好 这句话成了我女儿的两天的梦魇 在逆伤的系统中 我们逆境的定义是 对你在意的人或事 产生负面影响的事 所以大家看这个定义 非常主观 要录出完美视频 是我在意的 却不是孩子在意的 但是我以爱的名义 我强加给了她 在我们传统文化中 一代又一代传承的那一句 都是为你好的魔咒 在我身上也没有得到去除 所以有很多学校的要求 都会被我们的家庭自动升级 然后现在的整个教育的环境 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军备竞赛 孩子在里面 他们的压力是成倍成倍地增加 说到这儿 我就要给大家提出第三个解决方案 就是请分清逆境的边界 谁的情绪谁作祖 其实有很多人说 都是熊孩子 害得我们家长 这个心脏搭桥喘不过气来 但是这何尝不是我们家长 在面对逆境时候的这种差的反应 让孩子去背那个锅呢 好在我的这个考级事件 我就封魔了两天 还不错 突然我醒过来 这是我自己的偏执 不是女儿的逆境 我当机立断上传了那个视频 提前了一周 上传成功的那一刻 我明显看到我的女儿 瘫倒在沙发上 全身都放松下来了 家庭恢复了平静和祥和 所以我天天都在讲逆伤 还是要有不断修炼的 和大家一起共勉 最后 我不由地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最近又会新地提出 叫素质教育 我们这些年 这么些年提素质教育 大家觉得我们做得怎么样啊 给孩子减负 还给他们快乐的童年 我们做得怎么样啊 我想说 我觉得琴棋书画 舞蹈运动是素质教育的上层建筑 孩子的品格 个性的健康 包含他们的情商逆商 才是那个坚实基础 如果每一个孩子都是一棵树苗 它的根基就足够强韧 才有可能拔底而起 茁壮成长 在学科教育特长发展上 能够做到更好 所以请各位多分一点点关注 给到孩子的逆商培养吧 我们一起支持他们 展开双臂 勇敢地迎接 明天更多的挑战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